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行片辑部的节目 较早前 欧盟就已经宣布国成员国已经批准 第十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而它宣布的当日正正就是 俄乌战争开打的一周年 只不过这样 今次制裁已经来到第十轮了 那个影响力根据从俄罗斯一些经济学者所分析 今次来到第十轮的制裁 可以说得上是软弱无力的 那为什么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上编辑部、正安波和晒冷气 那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今次对俄罗斯的制裁 就是由欧盟轮值主席瑞典所宣称的 对欧盟成员国所说 今次是共同实施有史以来最有力 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对俄制裁 而且在同一时间 美国财政部也公布 他们的最新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当中就说到美方将会对俄罗斯 以及支持俄罗斯当中22名的个人和83个实体实施制裁 另外美国政府还会宣布向欧盟提供价值达20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而另外七国集团也都联同其他的友好合作国家 会继续推进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以及弹药和坦克的支持 更会将向俄罗斯提供总计达到390亿美元的援助 借此支持乌克兰重建 并且会继续协调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好了大致上第十轮的制裁就是这么多 但是大家真的不得不留意 当欧盟宣布这项第十轮制裁的前一天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表了声明 这份声明就特别提及到警告乌克兰和其他北弱的国家 就没有在涅斯特河沿岸的地区 采取任何冒进的行动 那什么是涅斯特河呢? 这个就一定要特别和大家讲一讲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 橙色这部分就是涅斯特河沿岸 地理位置正正位于摩尔多瓦和华兰之间 距离俄罗斯都是有一段颇远的距离 这个声明很明显的就是 除了警告北弱不要乱来之外 也可能是一个信息告诉西方国家 但是俄罗斯很大可能会插手这个地区的事务 而自从俄罗斯外交部提及过这个地区之后 而摩尔多瓦总理雷奇安就在近日说过 我们收到情报 俄军很可能会有空降突击 占领我们首都 以及基希纳乌的机场 藉此调动部队展开侵略 真是细猜不到 假设俄罗斯真的会入侵摩尔多瓦 即是俄罗斯会不惜将战争扩大 来与北弱对抗 而更加不幸的就是 有部分的欧洲航空公司 已经在最近宣布停止 所有飞往摩尔多瓦的航班 现在当地局势也变得非常紧张 领空安全问题 已经成为欧洲的民航客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不单止这样 摩尔多瓦不是最近才出事 在今个月月初的时候 就有一颗例子俄罗斯的导弹 跌入摩尔多瓦的境内 另外摩尔多瓦的总统在上个星期 也指控俄罗斯在国内战动反政府的活动 虽然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 但是如果俄罗斯没有在摩尔多瓦 拆反反政府的活动的话 那又怎能解释得到俄罗斯会 特别警告北约国家 不要在涅斯特河沿岸这个区域插手呢? 事实上这个区域来你们俄罗斯是很远的 中间还隔住了乌克兰 当然俄罗斯的海军可以从黑海 迟到涅斯特河的河口 但是如果俄罗斯真的要由这个位置 大家在图中看到这个橙色的位置 实施更多的军事行动的话 目前先在摩尔多瓦这个国家里面 煽动和拆反反政府的人员 就变得非常合理了 第二就是如果俄罗斯成功能够搞乱 在摩尔多瓦涅斯特河沿岸的地区 就对乌克兰形成一个包围的形势了 其实在欧盟要退出这个第十轮的制裁俄罗斯方案之前 欧盟内部是经历过非常激烈的讨论 而且要去到2月24日晚才能够达成一致 而当中最具体的分歧就包括波兰本来就想全面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合成橡胶 但是意大利就倾向于延长这个过渡期 希望就值此给到他们在意大利的制造商 给多些时间他们找新的供应商 而最后欧盟委员会就将从俄罗斯进口的合成橡胶配合的限制设定在56万吨 而另外对于俄罗斯的核工业都纳入制裁这个讨论里面 更获得匈牙利的坚决反对 因为匈牙利是非常依赖来自俄罗斯的核工业技术的 正正因为匈牙利坚决反对 所以俄罗斯的核工业领域未被纳入制裁范畴 而我们可以见到今次的制裁其实在欧盟内部出现很明显的分歧 虽然总体来说在俄乌战争面前 我们见到不少国家都是支持乌克兰 但是当他们去到实际会影响自身利益的时候 大家之间的裂痕就出现了 这些外部的安全压力借着支持乌克兰 令到欧洲变成一个政治议题 而且只有支持乌克兰才是政治正确 这一点是令到欧洲的内部凝聚力加强了 但是欧洲不同的国家 他们对俄罗斯的能源、矿产、原材料、粮食等等 大家的依赖程度都很不同 另外再加上一些历史上和俄罗斯之间的恩怨 以及和美国的关系等等的因素 所以就导致不同的欧洲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张 而且诉求也不一样 从中也突显出欧洲内部的矛盾 现在去到第十轮大家的分化已经去到非常明显 而当这一项制裁措施宣布之后 俄罗斯的驻欧盟代表也发表了一则声明 声明就提及 这些和以往的制裁都是一样 欧盟对俄罗斯的又一次的制裁措施是非法的 这些措施没有被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因为是非法 欧盟不可能也不明白这一点 也意味着有关自己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说话都是空话 不单只是这样 就算连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 今次的制裁已经去到第十轮了 今次的制裁措施已经不再有什么的战略性质 对俄罗斯的经济损害只是及第一轮制裁措施的十分之一 而且欧盟新一轮制裁措施的性质已经是很明显 只是战术措施没有什么战略性的 这次第十轮制裁措施的目标都是令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战略部门 当中包括能源、银行、运输和其他部门都陷入瘫痪 但第十轮制裁只不过是清理以往制裁之中的一些遗留 也都表明欧洲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措施 所以制裁对俄罗斯一点影响都没有 大家千万不要记得 我们有一行经济学的规律就是回报递减 每一轮制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会比前一轮制裁有所减少 意思就是去到第十轮制裁措施 俄罗斯的经济损失只及第一轮制裁措施的十分之一 哇 真是这么口响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是完全不用理你们欧盟的什么制裁 同时更加会警告你们北约 不要走到那么近乌克兰边境 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北约成员国 他们是会支援乌克兰的 意思就是会将军火从陆路运过去 那到底俄罗斯会不会从源头截断乌克兰的军火供应呢 第二就是俄罗斯又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呢 因为当中涉及到俄军是需要渗透到乌克兰的西部 但是目前俄军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乌克兰东部 乌克兰的西部属于他们的大后方 所以如果俄罗斯是有意 达击乌克兰的大后方的话 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只能靠导弹 而同时今次这项第十轮的制裁俄罗斯方案 明显的是对俄罗斯的影响真的不大 你说俄罗斯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差了? 的确是 但又是不是差到生存不了? 那又不似 俄罗斯是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透过增强和增加对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 来对替保和欧盟之间的贸易 欧盟这些国家搞到这么不湯不水 其实倒不如就不要制裁了 现在还要让俄罗斯那边照你们欧盟软弱无力 其实欧盟是否应该要更加团结 拿出更大的决心 同时也不要再考虑太多自身的经济利益 一于去尽它 和俄罗斯晒冷 如果不是 就算有第十一轮 第十二轮的制裁都好 分别都不会很大的 对不对? 好了 今次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